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 说到韩国的男神 一定少不了苏之蟹 成为韩国四大公共财产之一 苏之蟹到底有什么魅力 1977年出生的苏之蟹 少年时期是一名游泳运动选手 因为优异的成绩被韩国体育大学破格录取 成为预备运动员 后来因为父母离异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 不忍心看到母亲太辛苦 她选择退学进入模特行业 进入社会 作为粉丝的人马牛表示 这个决定做得太对了 在模特获得一定认知 转战演艺圈 1997年参演天桥风云 正式踏入娱乐圈 2004年与林秀津主演 对不起我爱你 凭借剧中车舞和大叔一绝 红遍亚洲 夺得第41届百想艺术大赏 电视部门最优秀男子演技奖 2008年退伍后的第一部作品 电影就是电影 获得多个电影奖项 并获得第28届韩国影评奖 最佳男主角荣誉 2013年与孔孝珍主演的 《祖君的太阳》 平均收视率为韩国水幕剧年度第二 2015年与生敏儿合作 韩国第一部围绕健身治愈主题的电视剧 Oh my Venus 在这部剧中素质鞋大秀好身材 好到让人尖叫的疯狂的胸肌和倒三角身材 完美腹肌 结实的肌肉 剧中第一集有一个单杠空中漫步的片段 他为了这不到一分钟 他做了很多次练习 为了完美诠释剧中国际知名教练的形象 他进行了大量的训练 将自己的身材练到几乎完美 平时本就坚持锻炼和控制碳水化合物 为了这部电视 他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 只吃肉类 蔬菜和水果 运动方面也是在原本强度并不低的基础上 增加三小时的锻炼 经常在健身房进行长达四小时的魔鬼训练 龙门架拉利币训练 硬是在体脂并不高的情况下 在一个半月内减重了7KG 每出演一部电视剧 苏之谢都一直击中无数的少女心 除了身材颜值 更多的是背后的态度 出道20年 也有人记住了恰到好处的手指 有人爱上了线条分明的身体 也有人被他的演技征服 不过最让人心折的还是他的人品 为了好的剧本和角色 宁愿自将片丑拍戏会优先迁就女演员的日程安排 私下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 交往的朋友也不多 之前好朋友嫖龙和辞世的时候 他处理各种事宜 并给朋友家里送去温暖 这才得以让外界窥见男神温暖中意气的一面 工作中他是一个狠角色 生活中的他却异常温暖 所以才会有流水的韩国欧巴 铁打的苏之谢 才会被评为韩国女人最想嫁的男人 和江东元 玄斌和孔佑一起 被归到韩国四大公共财产之一 出现以自己命名的道路 2010年他出了一本散文集 苏之谢之路 书中写到他自己在江源道一带旅行的故事 带火了当地的旅游业 2011年 韩国开通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苏之谢路 这在韩国以艺人名字命名是首例 因为苏之谢喜欢的数字是51 这条公路的全长也定为了51公里 同年12月25日 江源道还开通以苏之谢的名字命名的火车 这些荣誉都是他对人生全心全意的反馈 健身 他全心全意投入 对朋友 他全心全意对待 对工作 他全心全意付出 想要收获 就要全心全意 出道24年 名利韩国一线男星的苏之谢 并不追求人气与流量 比起名气竞争 他更着眼于演出有兴趣的角色 然而 这份淡然的坚持 却成就了苏之谢独特的坚毅魅力 以演员身份出道的苏之谢 在成为韩国一线男星前 曾是摘下国家比赛金牌的游泳选手 出道后担任模特的他 一路保持着完美身材 经过岁月洗礼的脸穿梭在大荧幕与电视剧间 留下无数出色作品 为了与粉丝有更多的互动 害羞内敛的苏之谢 在2008年发行首张个人单曲 热爱hiphop曲风的他 在作品中加入了大量hiphop元素 带给粉丝无限惊喜 好友宋承仙曾在节目中向苏之谢提问 为什么要唱歌呢 对此苏之谢回应道 hiphop的律动很像心跳 我喜欢他在胸腔震动的感觉 想将这份亲近的感受传达给粉丝 和粉丝一起感受 直率发言有别于以往安静的形象 展现出可爱的反常面貌 身为演员 纵然会造成饰演角色的不便 苏之谢仍在身上留下三处大面积刺身 这是我的决定 所以必须忍受 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叛逆 苏之谢解释 苏之谢在右肩后方刺着 别忘记梦想寒意的眼睛 右上臂的钻石图腾则藏着51K字样 象征即使重生 我也不会改变的意念 而最隐秘的刺青藏于他的右手内侧 那是据意为 让我们享受人生有爱他人的英文句子 提醒着自己莫忘初衷 享受生活 苏之谢曾说 如果满分是100 我喜欢刚好超过一半的数字51 内敛的苏之谢秉承着谦虚 充满毅力的态度 一路提醒自己保持初心 苏之谢在2009年创立51K经纪公司 成为自己的老板 不但对自己的事业握有选择权 更开始积极参与海外电影投资 苏之谢运用自己的能力 为韩国引进介绍各国杰出作品 与大家分享世界的精彩 2011年苏之谢在代言韩国知名咖啡厅品牌 A Tucson Place后决定加盟 创办A Tucson Place by 51K后 他亲自向咖啡师学艺 不时现身店中为品牌打响名气 虽然苏之谢早已结束咖啡厅经营 投身其他事业 但帅气的咖啡王子画面仍是经典 2012年 苏之谢以写真书的方式 推出个人杂志Sonics 在3月14号白色情人节发行的创刊号 His Eyes封面罩中 苏之谢展现健壮手臂线条 搂着一名裹着黑纱的女子 表现得十分性感 身为知名电影咖的苏之谢 在2013年出演电视剧《主军的太阳》 结合惊悚的浪漫喜剧元素 在苏之谢身上形成反差门 让苏大叔的形象更加平易近人 他也凭借这部作品崇尚事业高峰 不但创下结局收视率突破24%的惊人成绩 更顺势收获国际人气 卸下演员身份 美光灯外的苏之谢 拿起相机拍照 提笔卸下感性文资 用一本满是诗意与孤独的 摄影散文集《苏之谢的录》 记录对自己的多种状态 向世界分享他眼中的世界 也让读者透过他所遇见的人适中 去看见世界 过去在片中多饰演 歌星霸气角色的苏之谢 2018年在电影 《与你再次相遇》中 诠释一位纯情派的温柔单亲爸爸 拍片期间 了解到了导演所形容的爱 他说那是一种对于对方 能够待在自己身边的时光 觉得感谢的心情 苏之谢在韩国受到民众的尊重 不仅是因为他拿过很多奖 也是因为苏之谢的品格是真的好 让小编很佩服的一点就是 他对于固有的怀念 都能让人从他平常的举动中 捕捉到一份细腻的感动 这种温柔而强大的男人 实在是太令人着迷了 苏之谢有一个多年好友 叫做朴荣夏 两个人从年轻时候就开始相识 关系一直很好 但是遗憾的是 朴荣夏在九年前自杀死掉了 好友的死对苏之谢的打击很大 当时还有人拍到了 他在好友试试仪式上哭泣的画面 而从那天开始 苏之谢一直坚持在好友朴荣夏 试试这天到他的墓前击败 试试之后到现在从未缺席过 而前不久又到朴荣夏的几日 苏之谢在这天前往好友的墓前 深夜来到墓前击败 拿着击败的东西 坐在好友的墓前 他待了很久 感觉就是将很多自己想说的话 全都在这个时候说了出来 对于好友的怀念有好多种 有口头上的也有行动上的 而苏之谢这样的行动 就是最为实在的 他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众人 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好友 我还在挂念着他 九年如一日啊 条荣夏拥有苏之谢这样的好友 同样幸运 苏之谢是韩国娱乐圈的完美男生 但同样也是自情自信的男人 这样的人难怪地位稳定 受到民众这么多的喜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